已经离不开音阶 那自学吉他想要更好的进步和弃声 那对于吉他全直白的这个音阶要搞清楚 那纸板上的音阶密密麻麻 那想要记住这些音 如果你去死机用背 那这是最笨的办法 那还不一定有效果 那其实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我们今天再来了解一些这个纸板规律 在吉他上六弦 和一弦的音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积了两个八度 金音密和高音密 电音阀高音阀后面都是两个八度 那空弦音和十二频 它们的音也是完全相同的 它们只是积了一个八度的关系 这是一个八度的关系 那吉他的六弦到五弦 五弦到四弦 四弦到三弦 三弦到二弦 都是纯四度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 相邻的两根弦 同一平上 那它的音就是纯四度 刀下面肯定是发 re下面肯定是骚 另外一个规律 就是因为米发和洗刀 就是因为米发和洗刀 它们都是半音关系 那所以洗刀下面肯定是米发 洗刀下面都是米发 那当然二三弦除外 因为只有二三弦 它们是大三度的关系 因为两根弦是大三度的关系 所以刀下面肯定是米 那发下面是拉 它们都是大三度的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个调 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么以C调 音阶作为参照 可以发现 D调音阶 从G2频开始 和C调音阶 完全一样 那E调 从G4频开始 和C调音阶 也是完全一样的 那F调 从5频开始 和C调音阶 也是完全一样 那么再以C调 在J调作为参照 A调 从G2频开始 和G调 音阶 完全一样 B调 从4频开始 和G调音阶 也是完全一样的 那其实 上面所总结的呢 就是一个 变调加原理 如果你使用过变调加 我们弹唱的时候 会利用 变调加 来改变歌曲的调势 来找到合适 你弹唱的这个音域 那比如 比如一首歌 原调是C调 那我们不加 变调加的情况下 来弹唱 它就是C调 那如果我觉得 唱的有点鸡 我想要升几个调 那把变调加在5频 还是用C调的 和弦来弹唱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F调 那所以 我们在学习 这个音阶和和弦的时候呢 一定要 注意总结和思考 那纸板上的规律呢 还有很多 我们以后的视频 会继续讲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